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气的生成分布和它的功能 可以看出来咱们所指的气实际上都是指一身之气 不过从它不同的功能,从不同的角度又可以给它命以不同的名称 实际上起作用的还是一身之气 那么,这个一身之气,它和脏腑之间是什么关系? 气和脏腑是什么关系? 因为中医理论是以五脏回核心,是吧? 通过经脉联系六腑和体表组织器官 是这么一个大系统 那么脏腑是核心,它和气是什么关系? 可以说一身之气 产生叫来源都行 一身之气是不是来源于脏腑 如果没有脏腑这些有形的器官,这些脏器 它就不可能有气了 那么这个脏腑,它们的功能活动要不要依赖气? 要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就可以说啊,人体的脏腑 既是气,一身之气所产生的基地 因为气来源于脏腑 同时反过来说,它又是一身之气各种功能活动的具体体现 这气,它的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体现在各个脏腑的功能活动 它推动血液运行,这就是心气嘛 是通过心脏 通过这个食指脏器来完成的 它主一身之气要通过肺体宣发度降 是通过肺脏这个食指脏器来完成的 没有食指脏器,气不可能完成它的功能 也不可能产生 但是没有气,也就不可能有脏腑 气没有了,脏腑的功能活动也停止了嘛 所以它们之间这种辩证关系 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 是这么一种辩证关系 那么叶天氏 咱们回到咱们的题目来 为什么用胃气阴血变证 而且胃气阴血里边主要是气和血 为什么用气阴变证 也就是说 外感热血可以导致各个脏腑经络功能失调 它不仅涉及到某一个脏腑 为什么不用脏腑变证 用脏腑为什么变不了温病 脏腑变证八根变证早就有了 当然了 你用胃气阴血变证也离不开脏腑 但是它为什么不用脏腑变证 又来一个胃气阴血 因为这个气的概念非常广 它设计范围很广 它可以包括所有脏腑的功能 那就是说 外感热血导致 人体脏腑功能的失调 统称都叫气氛症 都叫气氛 设计一个脏腑可以 设计两个脏腑可以 设计三个脏腑也可以 你要用脏腑变证呢 你只能一个个脏腑变 热血的范围很广 它有时候设计好几个脏腑 用脏腑变证就不好使了 它不实用 用气那就能够概括 几个脏腑功能设计 统称都是气氛 就是这么个原因 如果把气搞清了 胃是不是也就清楚了 胃是什么呀 胃就是气 胃就是人体一身之气 不过它是一身之气 体现于保卫功能 对内温须脏腑 调节体温 对外有抗血能力 就是人体这方面功能的体现 所以里边是脏腑功能 到体表来呢 就是胃气的功能 所以它胃之后方炎气 胃在气之前 也有人总结出来说 胃为气质表 里边就是气病 代表就是胃病 胃的病变实际上就是气病 从生理上 咱们先不结合病理 下一边咱们再谈病理 第三 血 血比较好理解 这个因为看得见 摸得着 血 首先肯定它是物质 而且呢 它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 每个人都有大量的血液 构成人体的一种成分 也是 维持 人体 生命活动 重要 营养物质 它既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 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 中央营养物质 没有血的营养 人就不能生存 它本身是什么样的物质 什么形态 它是 不断 在 血脉中 流动的 红色 液体 它是液态的物质 是在血脉中 这个流动 是不间断的 叫循环嘛 实际上 循环这个词 来自于中移 来自于内心 内心叫 如环无端 血液的运行啊 如环无端 就是形容 这么一个圆环 没有头 端就是头 循环 就是拿手 你去摸这圈吧 摸到什么时候 你找不着头 除非把它揪开 揪开就出两头了 那是线 不是环 所以循环呢 就是拿手去摸吧 摸到什么时候 也没有头 这血液在人体的运行 就是不断地循环的 这么一种红色液体 这个很简单 也好理解 所谓血病 未起因血变症的血 是指热血 影响到血液 所发生的病变 影响到血液 无非是两种 一种 是耗血 一种是冻血 耗血就是消耗血液 冻血就是股冻血液 除血 所以 血的病变 无非是 淤血和除血的两类 那么因为 在这个病变的发展过程中 它有的时候 没到那么严重 没有到严重的 耗血和冻血的程度 它只是 血中的精液消耗了 血里边的水分不足了 这就涉及到 盈 就是盈心就等于血中筋液 它俩是一回事 有的时候 热血深入到血脉 并没有对血液造成严重的消耗 第一步 先损上血中筋液 那就把它叫盈分症 所以为了 把这个血分症区别的更细一点 轻和重把它区别开 所以血前面加个盈 这就变成了 为其盈血变症 这是气病和血病的两大阶段 每一个阶段前面 又加了一个阶段 就变成了四个阶段 这就是为其盈血变症的内容 这边咱们就谈一谈 为其盈血变症的内容里边 就涉及到 为 气 盈 血 这么四类吗 它每一类的病理 以及 由于这个病理变化 所出现的临床表现 那就是症候 叶天氏说 大凡看法 胃之后防炎气 盈之后防炎血 至于气和盈之间 没有连接词吧 文章是个分号应该 胃之后防炎气 这是一句话 盈之后防炎血 胃和气在一块 盈和血在一块 什么意思 那还不就是两个大的阶段吗 胃气是一个阶段 盈血是一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里边 应该说把它分成两个大的阶段 用这分号把它断开 那什么意思呢 这个阶段 是脏腑的功能时长 总而言之 胃和气都是功能时长的病件 咱们不全部都说了吗 气是指一身之气 它体现为各种功能 不管哪方面的功能时长 统称都是气的病 那么在这里边 它俩呢 又有点区别 气指的是什么功能时长 哪的功能时长 母脏或者六腑 某一个脏腑 或者某几个脏腑 总而言之 气指的是脏腑的功能时长 胃呢 是指的 胃外功能 也就是在体表的保卫功能 在这儿啊 这个胃 就指的是 游行的体表的胃气 它对人体体表的保卫功能时长 那总而言之 不管是脏腑功能时长 还是胃外功能时长 都是功能时长 而涉及到银河血 都是 实质性的损伤 什么实质损伤 人体内 有形的液态营养物质的损伤 它不是实质吗 它不是功能了 那么这个损伤呢 程度又有轻重 血的损伤 那肯定是 整个血液都受损伤了 或者出血 或者雨血 血液损伤了 那就严重了 在它的前期 没到那么严重程度 损伤的就是赢 赢呢 是指血中筋液 它是血中筋液的损伤 这两个又有程度 又有区别 赢只是损伤了血中的筋液 没有损伤全血 也没有到雨血的程度 也没有到出血的程度 如果真正到雨血出血了 那就是血液损伤 这叫血分症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胃分症比气分症要轻 部位要浅 病情要轻 赢分症比血分症 要轻 要浅 可以说 胃分症是气分症 的清浅阶段 营分症是血分症的清浅阶段 为了辩证更清晰 在气前面加一个胃 血前面加一个营 就变成了微情血变症 实际上 它的学术思想的核心 是在气血变症 也就是功能的失常 和实质损伤 这么样的大类 可以说 胃分到气分这个阶段 它这个发展变化 是由浅入深 由情转重 但是 有没有本质的变化 程度轻重的变化 咱们可以说它是量变 在量上有变化 但是本质没有变化 都是功能失常的变化 由盈分到血分 损伤血中筋液 到损伤血液 重了 程度重了 但是本质 还都是血液的成分的变化 所以它也是量变 也没有本质的变化 但是 由气到盈 这个阶段是什么变化 由功能失常 到实质的损伤 那就不是量变了 这个过程 是质变 质的变化 也不一样了 所以 胃分症 气分症 都用清解的药物 清热 透血 解除邪气 当然用药不完全相同 胃分症要透 要喧 气分症要清 但是总归都是清凉 泻热的药 但是到盈分血分 单单的清凉 泻热就不行了 必须要 养阴 要加上 滋阴养血的药了 因为什么呢 它有 液态 营养物质 发生了质变 为什么 叶天师 他不说 胃之后 防炎气 气之后 防炎盈 盈之后 防炎血 中间不用这个连接词 断开 它什么也没讲 就这么几个字 你怎么去体会 我觉得体会 它这个含义非常深 这里边就是说 这个过程和这个过程 本身是重了 但是 它是量变 这个过程 发生了质地量 所以它没有连起来说 按照传变规律说 胃气 赢血 这没问题 但是 这个箭头 和这个箭头 就不一样了 它标志着质变 所以叶天师 把它断开说 是加重语气 让你深入去理解 这是从他们这个 病变的机理来讲 气病和血病 两个大阶段 为了更清楚地 表现它的临床的变化 又加了两个阶段 构成了四个阶段 这样呢 就把温热邪气 侵犯人体 由表入理 由浅入深 由轻转重 由食转虚 由功能时长 到食指损伤 这么五个阶段的变化 表示得清清楚楚 大家看得出来吗 表现得非常清楚 叶天师说了几个字 大凡看法 为之后方 言其 迎之后方 言学 不就这么几个字吗 讲得清清楚楚 这四个阶段 怎么表述它呢 表述方式 咱们前面讲过 原体安的正直心传 里边提到 是吧 若食之久延 渐入容分 他用了个分字 因为入了 不管是在 胃分 气分 营分 血分 它都是出现的具体正后 所以下面加个正字 胃分的正后 气分的正后 营分的正后 血分的正后 这个分字怎么讲 为什么用分 分就是分 在那念分不念分 但是呢 当分讲 它不是个多音字吗 又念分又念分呢 当分讲 什么意思呢 分界的意思 界限的意思 隐身就是个界限 再隐身 就是阶段 胃和气之间 画一个界限 气和营之间 要画界限 营和血之间 要画成界限 为什么 它们的发展阶段 不一样 正后类型不一样 制法也不一样 这分就是分界的意思 它们四个是有分界的 每一个分界 就是一个阶段 所以 胃分 气分 营分 血分 是温并发展 四个阶段 不同正后的表现 那简称啊 就叫四分 三交四分嘛 简称就是四分 胃分 就是胃 这个阶段的病变 也就是 风热血气 清洗体表 导致胃外功能失常 这个阶段的病变 气分 是一个阶段 它是热血浸入于理 导致脏腑功能失常的病变 营分症 是热血深入血脉 因为营和血都行在脉中 对吧 热血要不入血脉 怎么伤营 怎么伤血呢 它肯定 它的病变部位 是在血脉之中 热血由脏腑进一步 深入血脉 导致血中 筋液损伤的阶段 就叫营分症 导致血液耗伤 血耗到一定程度就粘制了 就成瘀了 形成瘀血 或者是 使血脉破裂 血不寻精 溢出脉外 导致出血的病变 所以血分症 可以说是 耗血 动血 耗血的结果 是形成瘀血 动血的结果 是导致出血 它是这么个特点 简单的概括 症候类型 这么表述它 胃分症 是风热斜气气表 导致胃外失思 的病变 它是温病的初起阶段 气分症 是斜气有表入理 导致里热 由里热而导致脏腑功能 失常的病变 是这么一个阶段 凝分症 是热血深入血脉 导致血中筋液损伤 它是既有热胜 又有阴伤 应该说是虚实夹杂的病变 血分症 是热血深入血脉 耗血动血 导致血液淤质 或者是出血 这一类的病变 或者淤血和出血 同时出现的病变 这都可能 就这么四个大阶段 所以四分呢 实际上是把温病 划了四个大阶段 这四个阶段呢 虽然每个阶段 都有不同的症候类型 而且在发展过程中 它们可以千变万化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你只要掌握了每一个阶段 它的特征 主政 它再变 你也就能够变化 对这个 未起因血辨证的问世 给我们治疗文明学 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和非常有效的临床范例 对指导临床是非常有效的 你这四个大界限一搞清 它再变 总归不外的四个阶段 或者是两个阶段相结合 这都有可能 但是你掌握了 它每个阶段的主政 抓住要害 你就会治疗 没有这个 你就忙无头绪 所以我们说 叶天氏的贡献大 说它是一派宗师 开创了文明学派 原因就在这 他说的并不多 但是那么几句话 点得非常清楚 下边 咱们就介绍 魏行血四类症后 特别是主政 希望大家认真掌握 不妨把它背下来 这个魏行血变症表 就把胃分症 气分症 盈分症 血分症 这四个阶段的症后 特别是它的主政 给大家列出来了 这四个肛领如果掌握了 它再怎么变化 它离不开这个基本的原则 所以呢 对临床治疗很有指导意义 首先咱们看胃分症 胃分症它的发病机理 是风热邪气 就温邪吧 温邪勤洗体表 导致人体胃外食肆 胃外功能失常 出现什么表现呢 发热微物风寒 请同学们注意 是寒热并肩 记住这句话 有一分寒热 则有一分表 有的时候闻病 有表症无表邪 在这 出起胃分症 必须得伴随着微物风寒 如果只发热没有物风寒 那就不是表症 所以我们说 心感文病 出起先见表症 就指的是 微物风寒和发热 同时出现 就有一分寒热 则有一分表 什么原因呢 因为外感热邪 正气就要驱入邪气 要和邪气斗争 正邪相争 功能亢奋 具体表现就是体温升高 就叫发热 这种热势一般不高 在三十八度以内 一般是 中等度以下的热势 同时伴随着轻微的物风寒 为什么 你说他外感邪气来了 邪气侵犯的是体表 而且奏理是开泄的 阳气能够出来 它不是伤寒 伤寒必物寒 是因为奏理必在 阳气出不来 所以那么怕冷 温病 奏理是开泄的 阳气没有欲助 为什么也怕冷 阳气没有避住 但是你想一想 邪气要从皮毛往里进 阳气要从里边往外出 就好像咱们这个门一样 下课了 他要进来 你要出去 你们两个顶尼不顶尼 门是开开了 没有关上 伤寒是把门关上了 当然里外不通 阳气出不去是冷 但是门虽然开开了 它不是正常的开 它是有邪气 邪气要往里进 阳气要往旋 它也不通畅 所以这个虽然不叫表壁 叫表裕 提表的契机 也不通畅 不通畅的原因 是因为有邪 风热 邪气 裕足 提表的契机 所以阳气的宣发 也有障碍 它就有误逢寒 但是它毕竟是表裕 而不是表壁 皮毛没有完全避散 所以呢 它勿含轻 头痛 还可以伴随着炎痛 是因为风热上弓 风和热都为阳血 它上行 所以它鼓动着气血也上行 上行到头部 上行到眼后 眼后部就冲血 头部就冲血 就疼痛 气血不通 不通则痛 风热上弓 气血雍至于上 但眼后部 宣散不开 就出现眼后红痛 头部 就出现血脉不通 气血腻烂 不通的痛 这种病人 和伤寒不一样 伤寒是无汗 对吧 而且是干烫 皮肤干 热 没汗 这种病人 即使是无汗 皮肤也不干 或者 有少量的汗出 一般来说 都有点微量的汗出 或者即使说 你看不出汗了 但是皮肤呢 也是潮润的 并不干燥 不是干烫 什么原因 因为 它奏里没有臂在 不是表臂 而且它又感受热血 正血又相争 阳气又亢奋 所以就鼓动 今夜外伸 所以这阳气 向外抗血 它也就鼓动 今夜向外疏散 所以有少量的汗出 或者是 即使没有汗 皮肤也不干燥 也是潮润的 它和伤寒的区别 在于 少汗或者无汗 皮肤也潮润 由于风热邪气 勤洗体表 导致肺的宣发功能 就障碍了 体表有邪气 表欲 肺气的宣发有障碍 所以可以出现磕 但是一般情况下 初起是只磕无痰 所以这个瘦字可以去掉 磕就行了 因为咱们现在习惯了 笼统说一说就是磕色 严格的说来 中医学的磕和瘦是有区别的 有声无痰叫磕 有痰无声叫瘦 有痰有声叫磕 这种病人初起 他没有痰 所以是干咳 口微咳 因为他感受的是热血 热是阳血 他伤筋液 所以有口咳 但是因为邪气在表 并没有入理 筋液损伤并不严重 所以有点轻微的口咳 这和伤寒不一样了 伤寒口不咳 瘟病口微咳 微咳也是咳 蛇尖 蛇边红 为什么 上以后上 咱们望蛇不是有个顺序吗 蛇尖是哪儿的病变 上胶 笼统得说 把这蛇就分成三部分 前三分之一上脚 中间是中脚 后三分之一是下脚 这么看 因为它并在上胶 所以蛇边 蛇尖 前它这个边 和蛇尖 有一点略微的红 并不是整个蛇都红 为什么 它不是里热 是上脚的风热 所以体现在蛇尖部 有点红 因为热血没有入理 所以对蛇苔没有大的影响 蛇苔是由胃来形成 胃气增化了胃因 加浊气而形成 它并没有入胃 也没有入理 所以胎不黄 还是薄白胎 没有大变化 这个边尖红薄白 这蛇像的变化 标志着它是表正 没有里热 脉象 硕 是因为有热 它体温升高了 所以脉搏跳动得较快 血液运行加速 为什么浮呢 因为鞋带表 正气也就是气血 要调动到体表来抗血 那么脉搏自然就浮起来了 所以轻取既得 脉搏跳动加快 这个外感风热 侵犯位分 初期 这叫表热症 按照八纲辩证来讲 是表热症 是这一系列的表现 这里边大家要掌握 主要的 主要的特征 发热 微风寒 这是关键 变证要点 就是说 如果把微物寒 这仨字去掉 剩下那一大六都存在 也不行 这大家能理解吧 鉴别在表在里的 关键是物寒不物寒 发热和微物寒 同时存在 这就是表正 如果把这仨字去掉 它就不是表正了 所以它是辩证的要点 关键在于 发热物寒同时存在 这就行了 至于口 可不可 胎薄白不薄白 也不主要 关键在于 有一分寒热 则有一分表 掌握这个就足够了 胃分症不解 就要传入气氛 那么气氛症的特点 它是邪气胜而正气不衰 因为邪气刚刚入理 那当然邪气很胜 它不胜它入不了理 从邪气的角度来讲 胜 但是因为邪气刚刚入理 正气还没有受到大的损伤 所以呢 它不衰 请同学们注意 不能叫邪胜正胜 正气叫不衰 不叫胜 为什么 毕竟在有表入理的过程中 它的筋液和阳气 是受到消耗了 已经不像健康人 那么重生了 但是呢 它有抗邪的能力 所以叫不衰 由于邪胜而正气不衰 正气叫奋起屈邪 和邪气要做激烈的斗争 所以就出现撞热 撞热就是高热 也可以叫大热 大热 撞热 高热 一个意思 体温在39度以上 这个时候 就不务寒 反务热 不怕冷了 为什么 邪不在表 所以不务寒 为什么反务热 不怕冷了 反而怕热了 这种病人呢 他不喜欢穿衣服 不喜欢盖背 都掀开 越凉越好 愿意喝凉水 愿意振冰淡 为什么 因为 他体内有高热 内环境温度高 你想 他体内如果是40度 外边如果是20度 他散热快 他舒服 如果外边是45度 比他还高 他受得了吗 所以 物热就是说什么 他喜欢凉 怕热 外环境的温度 如果高了 他热散不出去 所以他喜欢冷 不仅不寒 反而不热 渴 洗冷眼 渴 是因为热血消耗了精液 不管是热血入到肺 还是入到胃 还是入到肝 还是入到胆 总归 理热 就要消耗精液 精液不足 他就要补充精液 这叫饮水自救 自己救助自己 所以他就喜欢喝水 洗饮 是因为他缺水 为什么洗冷饮 喜欢喝凉的 还是那个道理 因为他体内有弱 喝凉水可以降温 这和物热是一个道理 他喜欢外边凉 把被掀开 降温 喝凉水也是为了降温 这都是自然辽能 一种自救的方法 逆斥就是小便颜色深 黄 或者深了黄 蛇质红 抬黄 这个不是蛇边间红了 整个蛇都红 为什么 气氛症为什么蛇红 因为有热 热就逼迫着血液运行加快 血液流速快了 全身各个部位的血管都扩张 那么蛇面的血管是最丰富 蛇本身是肌肉 蛇肌里边有大量的血管 它的脉络非常的丰富 所以呢 血液大量的充斥在蛇的经脉里边 蛇质变红 请大家注意 温病气氛症蛇质红 是因为冲血 所以说蛇面的血管 所以说蛇面的血管充血 到淫分血分 蛇降 那就不是这个道理了 不是充血 而是瘀血 这鉴别 红和降 它的机理不一样 气氛症不会蛇下降蛇 是红蛇 蛇台黄 是因为热血 熏症 像烤馒头一样 馒头是白的 烤了以后就变黄 再烤就糊了 就变黑 白黄灰黑 这么个发展过程 像烤面包是一样的 因为体内有热 把这个蛇台给烤黄了 所以建黄胎 这种黄胎一般来说是黄灶胎 在温热明来说 是黄而干燥 没有经验 黄灶胎 脉硕有力 血液运行速度加快 脉搏跳动当然就快 而且力量不减 为什么有力呢 因为这时候正气不衰 脉搏要跳动无力 那就有虚向了 那么在这个症候类型里边 在气氛症里边 请大家注意 主症是什么 高热不务寒 口渴舌苔黄 至于舌红和苔黄 比较起来 苔黄更主要 所以咱们常强调 变温热病 胃份气份看舌苔 盈份血份看舌质 舌苔黄就标志里热 关键是撞热不务寒 口渴 苔黄 至于说 有没有大汗 气氛症有没有大汗 不一定 气氛症有筋液损伤 口渴是有 但是大汗不一定有 你像有的病人 就出大汗 比如说 热血在肺和在胃 在手太阴肺和毒阳命胃 就蒸蒸汗出 像龙屉蒸馒头一样 小碗冒热气出热汗 那叫蒸腾汗出 那种热情叫蒸腾性的热 但是也有病人 里热很重 小便黄 口渴 舌红 台黄 就是不出汗 有这种气氛症 那是热 预在肝胆 肝胆也是气氛的 肝胆的气氛 预热 因为热憋在里边 发不出来 它今夜也就不向外泄 它不出汗 所以同学们 不要理解成 温病的气氛症 一定都有大汗 不一定 两种类型 有汗的和不汗的 治法不一样 后面咱们要讲 在风文里边 要讲白虎汤 在春文里边 要讲黄连黄秦堂 那种类型 它就没有汗 热欲在少阳胆 所以呢 它的主证是 壮热 不入汗 反悟热 口渴台黄 不要写大汗 这些类型啊 热邪入气氛 热邪赤胜 而今夜损伤 今夜虽然损伤了 大家注意 算不算虚 算不算虚症 这个症算实症 算理实热症 虚可以忽略不济 为什么 它能够渴洗冷饮 它知道饮水自救 大量的补充水分就行 所以这个 它只消耗的 这个阶段 消耗的是肺和胃的筋液 这个筋液损伤是肯定的 但是还可以忽略不济 就是说不把它看成虚 它是食热造成的 不把它看成虚症 这是气氛症的特点 但是在这我给大家补充一点 按胃气营血辨证来说 胃氛症是表热症 气氛症是理实热症 如果进一步发展 可以出现大便造结 可以 那都属于食热症 不管是这个类型 还是出现大便干燥 造结不通 用下法 都属于食热症 气氛有没有虚症 有没有 咱们刚才谈 什么叫气氛症 气氛症是热鞋入理 导致脏腑功能失常 对吧 这个功能失常怎么理解 这个表现是不是亢奋 因为有鞋系了 全身的阳系调动起来 抗鞋 功能肯定是亢奋 亢奋出现的是食症 那么脏腑功能 可不可以衰竭 可不可以衰竭 衰竭算不算时长 咱们正常人 有正常的生理功能 功能亢奋了 不正常 对吧 超越了正常的限度吗 如果功能低了 低于正常 那算不算时长 算时长啊 所以气氛症 可不可以出现虚症 可以啊 气氛症两类 咱们这当然了 在温病里边 以气氛的实证为主 但是如果啊 大家都有临床经验 这个政府如果继续发展 继续高热 持续了五天 它还会再持续吗 再让它发展 持续了一个月 有啊 高烧一个月的有 持续一个月 它总不能持续一年吧 如果再发展的话 下一步是什么 大家考虑一下 老是持续的高热 消耗金液 消耗不消耗阳气 如果金液 阳气两伤 它还能维持 能不能维持高体温 体温老是40度 可能吗 体温到40度 是啊 说明病重 但是从另一角度 是不是好现象 体温能够维持40度 说明这个人的 抗血能力还有啊 正气不衰啊 如果说正气衰了 它就维持不了40度了 咱们临床人可以见到 40度对面人体温 叉 降到35度 见过没有 治疗了多少日子 体温始终不降 突然的 30 40 39 38 37度 5 37度 降降降降 降到35度去了 比正常还低 体温突然就降下来了 面色苍白 冷汗淋漓 脉搏微弱 脉也不有力了 微弱了 舌头也不红了 苍白了 面色也苍白了 出气冷汗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 没到亡羊的程度 只需脱 因为高热 消耗正气 导致 金气一脱 金叶阳气外脱了 这个时候你还清热吗 怎么办 补气不脱 用什么 人参卖动物为子的生卖伞 再发染 手脚冰凉了 休克 怎么办 回洋旧逆啊 人参父子啊 神父堂啊 父子都上来了 这时候你还说它是亢奋吗 还是实症吗 那就叫气氛的虚症 所以我这补充一点啊 在温病过程中 气氛症 是以食热为多见 这是主流 但是如果气氛持热 持续不解 它的发展趋势是两种 一种是入营份 上营营去 这是要下边讲的 一种就在气氛 它就由时转虚 由气氛的时证 转成气氛的时证 虚证 就是筋气欲脱 甚至于亡羊绝腻 那叫气氛的虚症 是功能由亢奋 而转入衰竭 那不是主流 在温病里边 这种情况是有的 就是说临床上啊 我们见气氛高热的病人 他没有出现营份症 而是在气氛 就转虚了 虚脱 亡羊 也照样死人 另一种情况就是 由气氛向营份发展 气氛症 大家主要还是掌握这个类型 但是呢 你脑子要知道 气氛不都是时证 有功能衰竭的 它也是功能时长啊 有虚症 下面营份症 营份症的病机 是热灼原因 这灼 就是耗伤的意思 热邪灼伤 营阴 也就是血中的精液 心神被扰 它有神智改变的症状 为什么 因为营份症 是热邪伸入了血脉 它消耗了血中的精液 热灼营阴吗 血脉通于哪 血脉通于心呢 心煮血脉吗 全身的血脉都通心 血脉里边有热 心当然就有热 心煮躺神 煮神智 因为心煮血 血液是神智活动的物质基础 那么血脉热了 血热不热 血液热不热 血液热了 心热不热 就是说血脉 心和血液都是热的 这神还能够藏吗 很简单啊 咱们打个比方 咱们要是养鱼 这水得多少温度 水温多少 把鱼隔的鱼缸里 它鱼挺自由 这水温得正常吧 你要给它来个50度的水 这鱼的烫在那里 它蹦 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样 血是热的 神就不能藏了 在里头就蹦 所以这种病人 他是造扰 躁动不安 躁动不安是因为 心不藏神 心不藏神是因为血热 是热血造成的 所以他的病级特点 热血灼伤血中的精液 是血里边的水分不多了 不是费筋 也不是胃筋 而是血中的精液 再一个因为血热 而扰乱了心神 他的表现 深热夜肾 分学们注意 夜肾 是不是白天体温就不高 不是 白天比如39度 到夜间就41度 白天也高 24小时持续发热 但是夜间体温比白天还高 这叫夜肾 这不是夜热早粮 是深热夜肾 为什么 白天比如说39度 夜间40度 高了一度 这一度哪来的 为什么 对 因为 持续高热的原因 是因为他有邪气 对吧 这个时候阴伤了 但是没有到衰竭的程度 正气还在抗邪 正邪相征 所以深热 凡是外感病发热 就四个字 正邪相征 正气没有力量跟邪气征 体温绝对上不去 正邪相征 集体亢奋 体温升高 这个深热 是因为正邪相征 夜肾 是因为阴伤 他不是盈阴被灼吗 血中筋液不足了吗 他阴虚了 正常的生理状态下 人体的胃气 行于表 骤行于表 夜行于理 对吧 胃气 白天在体表运行25度 夜间在体内运行25度 50周一天 为什么呀 因为白天人要活动 活动就需要消耗氧气 消耗能量 所以他行于体表 供给人的需要 夜间静止了 不需要那么多氧气 所以体表留下一部分 大部分都潜藏在体内了 潜藏起来了 胃气是不是热量 胃气属阳 它本身就有热量 那白天在体表 它是39度 夜间它进去了 体内的阴不足 阴就不能制约这部分阳气 因为它阳气进来了 突然来了以后 这个阴接受不了 阴阳平衡就更破坏了 本来就不平衡 阳气带一入理 更破坏了 所以体温升高 所以可以说 身高的那部分 是由于阳入于阴造成 到早晨 阳气出于体表 那个阴相对的 和阳气又能够维持了 所以体温就降下来 但是不降到正常 所以身热是正邪相争 夜肾是阳入于阴的结果 口干不胜可引 也可以说 口反不胜可 或者干脆就不可 无惧通说 口反不胜可 或净不可 血中筋液损伤那么严重 为什么 可反而清了 你看啊 这是大可冷饮 这个地方反而不胜可 为什么 气氛症的大可饮冷 是消耗的胃中的筋液 他要饮水自救 给胃里补充筋液 他就舒服 这种病人 喝水也白打 他也不想喝 因为他消耗的是 血中筋液 热跑到血脉里头 把这血中筋液往上蒸 他往外蒸也往上蒸啊 向外给你蒸 筋液就损伤了 向上蒸呢 就蒸到嘴里边来了 所以嘴里边 反而有个滑润了 感觉了 他就不那么渴 这种不渴 和这种渴 比较起来 哪个重 不渴的重 这个呀 好比啊 怎么卖菜 市场上没有了 你抢吧 仓库里头有 你买了 我给你从仓库里掉 现在是仓库里边的出来了 库底的都出来了 再进一步发展 那是就不渴了 它干死了就不渴了 所以这个动用的是库存 不渴 比那个要严重 那个商店是胃中的经验 它就渴 就补充水分 就行 这个 它没有渴的感觉了 反应更差了 反应能力都差了 是雪里边的水分 给你蒸上来了 越消耗越严重 最后 就发展到雪分吧 汪阴了 拖液了 是这么一种情况 按西医说 这个就是高渗脱水 等身脱水的问题 高渗脱水就渴 等身脱水 或者低渗脱水就不渴 脱水的形式不一样 让我们终于解释 银分症 是蒸腾银音 咱们先讲到这 休息一下 炸腾银音 Dunk